主席 請部長 請市部長 部長 孟偉你好 你運氣算不錯啦 牛舌案已經結束了 昨天這個中國學生要開放到這個台灣來 所以昨天的這一個焦點就把你這個轉移了 不過我是覺得說我們經濟部國貿局 以後再開放 跟中國有關係的特別是食品類的 吃的吃到肚子裡面去的 對身體健康安全有關的 你不能夠一味就說這個是依法處理 現在社會是有感覺 否則你為什麼今天昨天那天信誓旦旦的說 這個 下午開會你們自己也會 說一定會開放 第二天就說不開放 總統一句話又不開放了 跟這個移鎖稅一樣 總統一句話 從20%降到17% 跟民進黨比賽稅率 這樣的執政 這樣的施政作為實在是 讓台灣人民 有什麼事 也覺得對你們這政實在是 很不信任 這已經產生你馬政府 整個施政的信心危機 你曉不曉得 所以你們做事務官的 在做或者政務官的 在進行一些討論的時候 我不曉得是怎麼樣的 也許你們想法是一種 那馬英九他是從他自己的 政治的前途 他的這個 保他的位置來做思考 所以出來的東西齁 實在是灰燒燒 這社會看起來齁 間隔的你馬政府 從2008年5月20號上任到現在 我看這個信任的信心度已經又降了好幾趴了 那我想你部長你是從技術官僚上來的 你也從基層上來的 你應該要也要很清楚 以後國貿局要開放任何的東西進來 我覺得要慎重 了解謝謝我的指教 我也知道你這件事齁 說只有你們的決定也沒什麼 衛生素一定經過衛生素的東西 因為三次中國血清跟血液就是這樣 他經過 他經過衛生署說好沒問題 所以你們就快點開一個說 同意決議開放的會議 然後一個禮拜以後就公告了 那個程序就是這樣的 最近你們回給我的公文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是希望這樣 你們因為你們可能可以推給衛生署說 啊這你就這專教是你們 但事實上我覺得 你們也應該要站在 對人民 健康 安全 對整個社會 的感覺 要做一些把關 好不好 這一個委員剛剛指教 我們覺得應該 虛心檢討 對若干 抱歉 涉 涉及民眾健康有餘地東西啊 我們應該更慎重來處理 要具有足夠的敏感性 這點謝謝為您指教 所以 現在是 你們當然可以推給業者說 現在業者說 因為社會的那個 感覺 社會有威力 他進來也沒有人要去吃 也很多人不敢去吃 我又前面還請到 那個 部長我說你敢吃 你又跟我說我 你敢吃 我們這麼多學者專家 跟我們立法院的委員都說他不敢吃 所以第二天你就說不敢吃 但是你是暫時 你說業者 禁止外 他後來又進去 你是不是 在心災的時候 這項就不要給他進來 要慎重 不一定要讓他進口 那是 困在你的手套 你要給他進來 不給他進來 那是困在我們的手套 我不要說你的手套 是我們台灣的手套 我們有 我們有 主導款 所以 這項事情是不是 我感覺你不要再偷偷摸摸 然後開個會 再公告 那天我們 這樣去 發見公告的來用 再來再大罵一場 然後你們又解釋半天 政策又仿佛不定 然後大家看到說 這個 是 結賤戶 還是結賤戶 是不是你們 你們 這個 關於美國牛肉這個 進口的問題 我 我是不是你們應該 慎重 以後不要再 讓他核准進口 我剛剛提過 涉及到民眾有餘利東西 我們都會審慎來處理 審慎來處理 這點是委員 確定 好 我希望 能夠這樣做 現在還請問這個 部長 在中國資本 可以來台灣投資 我們今天 是不是這個 天然氣跟石油 天然氣這個 他們可以來投資嗎 目前 對於 天然氣跟公共事業 我個人所了解 都沒有開放 都沒有開放 開不開放 你們投資業別裡面 在那個服務業 05業 05的編號裡面 石油及天然氣的礦業 就開放 啊 再來 4631 石油製品燃料批發業 4639 其他燃料批發業 這個燃料裡面 有沒有包括這個 今天省的 這個天然氣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分兩類 一個是石油製品 那是開放進口的 天然氣屬於公用事業 公用事業是沒有開放的 沒有 這兩個分開 不分開 那銅裝的就批發 那也是服務業的一種 那是開放的 鋼品那銅裝瓦斯就是啊 那批發業啊 你批發業裡面有 其他燃料的批發業啊 這個有沒有包括在內 那是可以從大陸 中國大陸進口 LPG 進口 液化瓦斯進來 不是啦 你這是島主耶 這不是 你這不是 進口耶 你這是 島主的 浪漫耶 我現在說 你們這禮拜的 給我們的啊 我們森察 中國島主的 業別啊 項目裡面啊 我現在 大家是你們給我的 資料裡面 那應該都是公告的項目 那不是進口耶 這是對啊 那就是標示有啊 那你說特殊行業 導管需要管線部門是沒有開放的 就所謂 我們現在目前坦的是 那所以那個銅裝的瓦斯林有開放 讓它可以來這裡做生意嘛 對吧 就說委員剛才看了那個單子 因為抱歉 我手上面這個單子 放在裡面的 就是屬於開放項目 是啊 那就是說 你說這是特殊行業 那別的都不可以 結果 現在中國來的這些都給他開放 不是不是 啊我跟他講喔 這 這 産家屬的人是很難苦喔 欸 産家屬的人是很難苦喔 産家屬的人是很難苦 他就是在靠 老奧利 不是特殊行業 好 啊不是沒關係啦齁 沒有特殊你就是開放給他進來嘛齁 我們這個 那後來他們來這裡 可以導資也可以開放 那也可以做 培發商 那後來他們這個事業 他跟我們台灣這裡的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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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後來他就 取代了 啊這就是 你的 中資進口 一步一步侵蝕台灣的方式之一啦 不過我跟委員報告兩點齁 第一點 我們一般說的統中瓦斯喔 他不是特殊行業 所以他要說 我跟市長什麼人 願意做 天然氣勢啊 這個不是啦 但是天然氣勢是特殊行業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你有跟他講開放嗎 非特殊行業 你有跟他開放嗎 那是非特殊的 好 非特殊你有開放嗎 對不對 那如果說在清單上 開放我跟你們說 你們說 你們都說這 浪港不進來 啊這三頁其實一項一項就有影響 他來臺灣 他也說 喔我這個 關注這些 統專家屬的人 也是專業人員 我委長官大臺又帶人來 啊 還用努力來跟你檢討 啊 還來臺灣 還用三頁跟你檢討 啊 含這 賣到市場就有影響喔 我跟委員報告 委員也是很清楚喔 我目前 能夠到臺灣來做 投資 而且能夠進來的白領 講得很清楚 要超過二十萬美金 才能夠有一個經理人進來 啊 最多每一家公司 不能超過七個人 這是目前 你沒問題 你不去讓 媽媽叫人家騙去 沒有 這根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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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門 大門就開開了 沒有 所以你 這個金額很大 我算美金才一個人 這金額很大 你回去好好把這個中國 台風 中國 主本 這個商業 販賣 販賣 好好看一下 我會好好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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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投資二十萬美金以上 他都會知道 要把這個部長 你不知道 沒有沒有 要投資二十萬美金以上 才能夠 有人來這邊做經理籍 在那邊 而且總共每一家公司 講公司 最多不能超過七個人 這是目前明文規定的 我在講當你在講公司 我說的是 我目前的規定是這樣做嗎 我跟你說齁 保長你好好自己自己回去看一次 你才會知道你到底開放什麼 會讓台灣的產業孫是什麼 我委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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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好好看一下 我們對世界各國都沒有特殊的規定跟限制 這大家知道 這中國的齁 世界各國有的議員不通 所以他不要做這些工作 那中國就是老主 他的新主家 議員會通 所以他還要 還有一方面 他有政敵的陰謀 所以他要來台灣 要來台灣 你們這裡 這裡不替台灣公會 一直開放 我希望你回去好好看 我來看一下 你今天齁 我可能會失蹋 不會失蹋的人 不知道你幫他開放這個齁 你開放這個齁 後來你看監禁下去 那不是說差一塊兩塊 還是你起床不起床 那個後來他的先進 就已經問題了 我委員報告齁 這個瓦素行 冰桃還有一些批發 這是整個系統在那邊的 你要有那個系統才肯做瓦斯行 你整個批發 你整個批發已經 齁七八十行都開放了 你不要跟他家搭水果 沒有你搭水果 最後你也是輸 沒有沒有沒有 你說牛舌不進口 絕對一定要進口 結果第二天你就 你就說 要不進口了 所以你不要跟他家搭水果 你回去好好看一次 你說我要騎進台灣的三葉 救台灣人 給台灣有辦法吃 這才是你 經濟保障要緊的 但是給台灣創造更大的經濟環境 是我們該做的工作 唉呀你再說 我講當你講 你這的人如果職業 你做法要跟他搶嗎 抗體要跟他搶嗎 那高科技要請這些人 去做他們的工作 你是 創造另外一批的工作機會 你讓更多的人 失去的工作 我們說一個 不是說泡七個 你說開過五個四方 有需要二十萬美金的門檻 做不到的 那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的 那你門檻是要來這裡 要用二十萬美金以上 那是基本的條件 我剛才講 你現在基本條件 對啦 你現在齁 還不然啦 可以唱著行李 沒有啦 那基本條件 你只要注意關係 今天這個天然氣這個 我有一個要求 剛才 蕭景天委已經提出來 其實你們從那個 三趴我還有二十四趴我 差這麼多 我希望你們了解一下 這也要做一個調整 做一個合理的規範 是不是應該要做一個合理規範 除了這個 我先講完 這個以外 那個費率 你們都跟著浮動 機制嘛 對吧 現在自由來蓋你們家屬就蓋嘛 對吧 國際的費率 但是我告訴你 我們日本齁 他的費率是這樣齁 他還是要 有一個 基本的售價的一個 標準 你最好是 剛才有一個委員說 吳委員 你家庭在用的是民生用品 其實你蓋一個齁 先你人就不再做 所以要考慮一下 家用的這種瓦斯 民生用的瓦斯 其實 你們漲價是不合理的 因為他使用的比率比較低 應該讓別的地方去漲 所以我才說 我們會把整個售價的價格齁 給委員會 給委員做參考 他是怎麼訂的 大家看 有工業用戶 有民生用戶 我們會做個處理給委員看一下 我是希望你們齁 這個費率的齁 一個售價的一個標準 包括獲利率 應該要做一個合理的 的一個標準 機制 這部門可以請請退伍會做出所謂 因為退伍會 今天有一個主管在 我再說一下齁 你一直在說齁 跟基本費 等一下你要回答一起回答 基本費 現在電力的基本費 還有手機的 那個基本費 都可以折抵喔 我是希望 這個應該要折抵 好 然後你這幾個回答 是我跟委員報告 基本費 折抵的部分 是這樣 基本費 像一般的機械表 60塊錢 60塊錢 事實上基本費的訂定 跟從浪費兩個 是分離會計 那是分開的 基本費是說 用戶 基本上他不管有沒有使用瓦斯 都要負擔的部分 然後對這個部分 比如說 機量表啊 超表啊 安全服務啊 安全檢查 這個是不管你們用 都要都會負擔的部分 那重量費的部分 是供給方的 包括那個儲器的部分 輸儲的部分 然後燃氣作業 那個作業費的部分 那這兩個是絕對分開的 當在計算的時候 是用什麼 會計專家 用分離會計 兩個把它分開 所以基本上 基本費是60塊錢 有機械表的部分 那是跟其他的比較是 很便宜的部分 這是一個 你的獲利率 投資報酬率這麼高 那個基本費 你就應該站在民眾的立場 應該讓他折抵 可是我跟委員報告啊 獲利率的部分 像 像我們管制的部分 公用我們管制的部分 我們沒有給他 這麼高的獲利率 我們當時在算重量費的時候啊 那基本上 我們沒有超過百分子 沒有 我們管制的部分 我你是站在旁邊 叫我立場 我了解 聽好聽好 但是剛才提到瓦斯公司 你跟你說 你跟你說 現在是說 這個瓦斯公司齁 除了賣這些瓦斯以外 是不是有做別的生意 才有這麼高的獲利 我不知道 所以這要可能問一下 退伍會 我們回去了解 是不是一兩個禮拜以內 把這個確實了解 我們來會同退伍會齁 兩個禮拜以內 給委員 好 那基本會 對 希望能夠 往摺底的方向 來努力 不然 你們對民眾來講 應該 這個部分 讓大家覺得說 你們真的是 給大家站在一起 因為 每個人都 都找到一個民間的 家庭裡面 我希望你們 真正成為他們的好朋友 OK 從這個地方開始做情 好 好 好 如果是否 我可以做到一段時間 你沒有做到 這就是 你沒有做到的